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六题 首先我们设孟凯答题为变数X 四宣答题为变数Y 因为总共10题而孟凯答对5题 所以μX会等于0.5 而四宣答对8题 所以μY会等于0.8 因为题目说相关系数R等于0.5 而0.5为正数 所以我们就可以推得SXY它也会大于0 这是因为相关系数R等会等于这个公式 题目说它是0.5 我们知道分母的SYY开根号会大于0 SXX开根号也会大于0 而0.5也是大于0 所以分子的SXY会大于0 接着我们可以算出SXY它会等于3加B加1 来减掉10乘以0.8乘以0.5 它的算法是这样子来的 我们先看3加B加1 表格中孟凯跟四宣的第一题都是答对的 所以他们都各得到1分 将这两个1乘起来可以得到1 同理第二题他们都得0分 所以乘起来得到0 以此类推 第三题是0乘以得到0 第四题是1乘以得到1 第五题是1乘以得到1 第六题是0乘以A得到0 第七题是1乘以B得到B 第八题是0乘以C得到0 第九题是0乘以D得到0 第十题是1乘以E得到1 我们可以推得把这十个数字加起来 它的和会等于3加B加1 再来看后面减掉了这个十乘以0.8乘以0.5 这个十就是个数N 0.8是μY 0.5是μX 这样子算出来 会等于3加B加1减掉4 会大于0 整理一下可以得到B加1会大于1 因为B跟1不是1就是0 它们相较又大于1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B加1会等于2 当然也可以推得B会等于1 而且1会等于1 所以B乘以1就会等于1 因此这个题目的答案我们要选5